各位朋友你好 我是史东 我想最近在美国的美籍华人或者亚洲人所面临的一些暴力的现象 我想一定您相当关心也相当注意 在今天节目中为您请到的两位来宾 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他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或者他们自己或者他们周边的朋友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经验 今天我们为您请到了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刘海平 刘女士 她是凤凰卫视驻旧金山的记者 第二位是陈慧 陈女士 她是在纽约的中国广播网的台展 首先我想把两位请入我们的画面之中 说声谢谢 说声欢迎 您好 大家好 海平如果这个可以的话 从您开始聊起 为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从这个事情开始到现在几个月了吧 好像几个月的时间了 在您自己的经验或者您身边的亲戚朋友的经验 对这个事情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反应和什么样的看法 就是针对亚裔的这个犯罪啊以及暴力啊 其实是过去两个月来比较的集中 然后引起了大家关注 其实这过去两个月来呢 我采访了各类大小的活动 抗议示威 包括一些官员的和专家学者的论坛 然后采访了有受害人和他们的亲属 就是各式各样的 然后呢 感觉真的是感触颇多吧 应该这么说 其实像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们作为第一代移民啊 很多华人是一种安居乐业的心态 因为觉得美国是一个大熔炉 是一个melting pot 就是这里的经济强大 生活富足 然后气候好 环境好 很宽松 然后大家在这里 所以就会觉得 看到过去这几个月来发生的事情 会想美国怎么会变成这样 就是实际上很多的担心和害怕 尤其是当你的脚踏出家门那一刻 甚至在你没踏出家门的那一刻 因为你最新看到的一个video 就是这个女性到出了车门 在车道上要开车的时候被打劫了 那你要在没出家门一刻 你就要提前你家外面要放好了video camera 然后要看这个了 这种严重的缺乏安全感的心态是很恐怖的 就是不管是我自己家人亲友 已经很多人有这种情况 而且是在这个事件已经发酵了几个月以来 社会已经开始很多的重视了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官员在发声 而且层级越来越高 一直到了这个不管是地方的官员 还是到了这个总统拜登这个级别 即使是这样 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是不减反增 而且暴力的情形是越来越严重 这个就让人害怕了感到你这种恶性案件越来越多 然后你出门现在变成了不再是一种轻松的事情 以前我们出门可能遇到陌生人都会say hi 你会一种很轻松很惬意的这种感觉 但是现在你就变成了你上下车都要左顾右盼 都要特别紧张 停了车你不敢先下 你要先看周围的情形 上了车你要赶快先关门 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因为你看到太多的恶性案件 然后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话 我去Costco我都不敢把车停在后面 因为有看到这个video就停在后面走路 走回车里的时候被打劫了 然后甚至到什么程度 我们举个例子 我有一个女性朋友 我们女性系这个丝巾 她现在不敢打劫 为什么 因为她有一个认识的人 因为打了劫以后 然后被抢的过程中 人本能的会反映说 我要保护自己的财物 结果被那个劫匪就勒住那个脖子 差点就命就没了 所以变成了说 你想到女性我的丝巾 我不可以记死劫 我要记活劫 这个人是一种说 你属于时时刻刻在外面很紧张 不能放松警惕的这种心态 这是一种很不健康的状态 然后现在就是有这种朋友就开始考虑说 如果治安再是这样 没有办法要好转 继续恶化下去的话 那么就我们要考虑搬到其他州 因为加州像还有程台长 在那纽约州都是比较恶性案件很多的州 甚至有人真的是在认真考虑 我移民其他国家的可行性 然后我讲的这些呢 主要是我们华裔第一代移民啊 第二代第三代是有所不同的 我所认识的 因为他们其实这个 他们不算是完 他算移民的后代 他们其实在美国有更强的归属感 他的这种自己除了是亚裔 我自己更是一个美国人的认同感 他们呢更多是担心长辈外出 然后对他对自己 比如在加州的这些华裔的二代三代 他对自己担心 没有像我们第一代人这么严重 然后呢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 一个单身的女性 她是在欧瑞根 她所在的地区呢 是一个就是她住的房子地区 是一个几乎全是白人 只有她一个不同的面孔 她跟我讲说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她开始意识到 她长相跟别人不一样 但在以前她并没有这种认知 她是一位第二代嘛 她现在遛狗的时候 她都会更加注意 然后她觉得说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她才发现原来亚裔 就以前会觉得有一点不fit in 我们不是特别 但是现在就会觉得说 意识到原来这么多人不喜欢亚裔 陈太太 您的观察是吗 我在的纽约可以说是最直接面对目前 对我们亚裔人威胁最大的 就是因为它是黑人比较多的地方 那么黑人多是不是就表示治安不好呢 这往往就是给人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尤其是当我来到纽约的时候 我印象最深 因为我们以前跟美国人 不管是白人黑人 我们在台湾 我们基本上不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的 但是当我来到纽约的时候 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 我的朋友就跟我讲 有一个地方你千万不能去 我说哪里 他说布鲁克林 我想大家都马上就会意识到 因为在大纽约地区黑人住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布鲁克林 所以那个时候我印象当中最深的就是人家告诉我说 有一个地方你不要去就是布鲁克林 你最好不要住在那 你也最好不要住在纽约 那么在纽约住曼哈顿的话 请你不要住到Bronx 那为什么作为一个亚裔的人 尤其是我们华人来到纽约 人家跟我讲的警告的就是这么两三句话 就让我当时就觉得 作为一个华人 我不知道别的亚裔人是怎么样 但是呢我们首先被告诫 就是不要太靠近黑人 不要居住在黑人的地方 那么相对来说呢 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 是不是对我们华人从开始 我们就对黑人有不同的一些见解 会不会影响到 你像我来了40年 这种影响可以说只有加深并没有变迁 但是在此时此刻 我最近发生的碰到的一些事情 包括我们有这个亚裔人 就是我们华人在车上被黑人打 那么这个状态是不是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不但没有改善 我们华人跟黑人之间的 这样的状态 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随着我们的华人越来越多 在大纽约地区 那么是不是也会相对的 使这个黑人感觉到呢 我们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威胁 而不仅仅是白人而已 所以我最近感觉到就是 很多人亚裔团体 尤其是我们华人团体会出来说 我们要敦起木林 我们是不是对黑人在某种程度上 对他们造成了一种 不管是居住啊各方面的一个威胁 因为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在过去布朗市是因为黑人在80年代的时候 曾经在那边发生一个大的暴动 那么这个大暴动使得布朗市呢 有一条街整个都毁于这个火灾当中 结果后来呢 当我们的从国内啊 从别的地方来的华人 当他们觉得在法拉圣 在曼哈顿 他们不能居住 无法做生意的时候 他们首先想到到布朗市 当时我们作为一个比较早到的华人 我们的感觉是 怎么能够到那里去做生意 结果呢 真的就是我们这些开快餐店的华人 在那边站稳了脚跟 做到了生意 可是相对来说呢 最终这个开餐馆的人被打 被抢劫 为什么呢 我当时我就感觉到 是我们的华人没有融入那个地区 我们只是赚了钱 赚了钱我们就走 这是不是我们的一个 在跟融入这个社区当中 造成了一些误解 那么相对来说 我们华人是不是对于某些族裔 我们自己本身呢 也存在着某种的差别待遇 这也是我们相对要去想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最近在法拉圣 我们的华人越来越多 但是呢 我们被打的比率呢 比过去也要来得高 尤其是在地铁上 这也是值得大家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 我个人和两位一样 也是在美国生活 在美国相当长的时间 也有相当长的时间来经历 经历经历这种所谓的歧视 Chinese American 或是Asian American 这种歧视的经验 当然我们都知道 这种经验呢 是由来已久了 我们今天谈这个事情 只是再一次的爆发 在我们的眼前 是我们不得不 把我们的关注点 放在这个上面 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 从19世纪的时候 这个对于华人 就从来没有不歧视过 可以这么说 对不对 您刚刚这个 陈台长你刚刚提到的 这个有关于区域的贫穷 然后由外来的这个人 进去做生意这个事情 我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进去做生意的 不是中国人 不是华人 而是犹太人 他们会有同样的反应吗 你觉得呢 我个人是这样感觉 就是因为我们华人的人 我稍微修正一下 我不是说犹太人 我是说非华人 或者是说犹太人 意大利人 或者其他的白人 他进去 会不会有同样的 我想这个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 语言的沟通的问题 就是会到比较成苦 或者是比较 在社会阶层 比较低一点的地方 去做生意呢 那多半呢 就是如果以华人来说 他受过教育或怎么样 他大概不会到那个地方去 找工作 或者在那边做生意 多半的也是属于第一代的移民到这边来 然后他们为了生活在比较差的地方去站立他们 站稳他们的脚跟 那么也相对来说呢 往往这些人很难融入当地的社区 非常困难 但是呢我们华人又非常的勤奋 很快的我们就能够在生活的水平上 跟当地的人 就会拉开这个距离 但是我们的华人常常忘了去回馈这个社区 最近在布鲁克林巴大道 他们就有想到 就是这个社团的一些领袖出来 就是说我们怎么跟当地的这些不是犹太人 而是黑人 特别指出说我们怎么跟黑人去互相的沟通 互相的了解 而且最重要是往往华人居住的地方呢 马上很快就会把当地的房价会抬高 会然后相对的会驱逐那些原来居住在当地的这些黑人 或者是他们的在收入上比较相对比较低的 那类似这样的情况 往往不但不能改善这个社区 反而是会跟当地社区其他的族裔人造成了冲突 这就是为什么布鲁克林巴大道 经常会在隔壁的九大道或者十大道 七大道会发生一些凶杀案或者是抢劫的案子 在布鲁克林这个地方特别特别的显现出来 我想终究也是您刚提到的两个字 融入啊 如何的融入 如何和当地的或者原先的族群的这个融入和互相的了解 海平对您刚刚听到这个台长讲的 您有什么感觉没有 实际上华人和我们 我就是挺同意台长的说法 华人和黑人的这个社群的种族矛盾啊 是由来已久的对对你说怎么说我们说一句大实话 就是很多我们被抢劫的里面是黑人 但是从我们自身来说我们当看到一个白人的时候和看到一个黑人的时候 你是不是完全能够平等的对待 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女性的朋友到这边来 然后就问他母亲说我要是嫁人嫁个老外可以吗 然后母亲说我很开明我没问题嫁个老外 但是你不要嫁黑人 这个就是你可以说怎么说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是崇尚这种连皮肤我们都要美白 这种就是我们以白为美这种包括在看待人种的时候 我们其实尤其是第一代移民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第二代第三代这边的跟我们的看法是不同的 我有问过这个问题 他就说我看待看待了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 不管是同学也好 co-worker也好 我没有区别在他们眼里 他已经完全是受到这边的教育了 人可能是就说你受到教育是什么样 你的文化根基是什么样 你多少都会受到影响 而且现在这个情况是 我觉得是两个族裔的矛盾是更激烈了 实际上目前要解决现在的问题 我们是需要化解矛盾 但是实际上我看到的是更激烈的 我再多举个例子 我前几天有一次是到了一个地方采访 顺便有一点时间 我当时在那观察一下 正好那个地区的街道是一个 我们华人和黑人 基本就是等于一个交界口这个位置 是很多大量的华人可以过 我有注意观察他们的表情 就是观察到这些华人看黑人的时候 他是一种很紧张的 大部分不是所有人的 很紧张的 很警惕的 有的甚至眼神里会有一点 那种愤懑不满的 人的眼睛是欺骗不了的 即使我们语言不通 你脸上的表情是代表了你看待另一个人 当你们两个人见到碰面的时候 对方说什么心态 无论你的国籍你是能感受到的 对这个有关于黑人和其他人种之间的这个关系的 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 我没有这个想法 也不打算透过一个节目 就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非理性的问题 就是我们都是我们环境之下的产物了 我们从什么环境长大 我们会影响到我们对15的一些看法和一些观念 我讲到这个黑人和白 不是说白 黑人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想两位都听到Jeremy Lin 这个NBA打球的这个林舒豪是吗 他在前一阵不是说了吗 有人在前场球场就骂他吗 那显然是一个黑人球员吗 虽然这个名字后来就是NBA的官方没有公布 但是他们知道是谁 然后他们内部去决定去解决这个事情 但这个事情也是在另外一个角度上 另外一个窗口上告诉我们这个黑人和我们之间有问题 这个问题很可能又回到了台长 你刚刚讲的这个融入和沟通之间的问题 就是他们对亚洲人对中国人不了解 相对的我们对他们也了解不够 因为我个人的这个经验告诉我 如果你要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prejudice 就是一种 是一种 prejudice中文怎么翻译啊 就是一种 一种旗见 对不对 是一种 因为 它英文 prejudice 它那个 pere三个字 它代表的是 就是你 偏见 偏见 对 你的偏见 你的偏见来自你的prejudice 就是你没有了解他 你不知道之前你就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你的行为是根据那种思维产生的行为 对对方或对自己的行为造出来的这种看法或者结果 这个话讲了讲了又又大了一点 但是我们希望在今天节目中 透过两位的经验和两位的观察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 呃 建议 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解决大问题 上个世纪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存在 我们没办法解决那个问题 但是眼前 至少有没有办法是我们所谓的不吃眼前亏啊 台长 同你了解吧 我刚才还是特别强调就是说 这个当八大道发生 这一再有抢劫啊 或者是在某些特殊场合的时候 我们的华人会被黑人包围 扯头发或者是故意去找茬 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就是 我们华人都有社团 都有负责的人 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很难去跟其他的人 或者是因为语言 文化上沟通不良你很难去跟他们去接触 但是呢我们有这么多的侨团 有这么多的其他的组织 那么怎么样去化解这两个不同族裔之间的 这个沟通上的困难 语言上的困难 文化上的困难 甚至在某些时候 彼此之间的协助等等 是不是有人愿意带头去做 我们看到很多侨团的负责人 去做一些敦期慕邻的工作 可是我们多半是跟自己国内去敦期慕邻的很多 但是我们有没有融入我们当地的社区 因为我们一般小老百姓 他觉得他英文不好 或者他只是想把他自己的生意周围做好 可是他有没有想到 就是说当我们逐渐的在这个社区站稳了脚步 赚了比方开个快餐店赚了很多的钱 但是你有没有从你的这个心里面去接触这个社区 融入这个社区 并且接受这些来照顾你生意的人 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华人 常常只是想到先做自己的生意 站稳自己的脚步 可是我们却忽略了这个社区 需不需要我们的一些对他们的爱 或者对他们的照顾 或者就是说pay attention 这个社区里的活动 我觉得我们的华人常常抱团是针对自己 可是没有针对他所在的这个大环境 所以也容易引起一些 尤其我们特别讲到黑人 对我们的一些歧视啊或等等 我自己就曾经被黑人抢过 就在地铁站上 你觉得你被抢是因为你是亚洲人呢 还是你因为你有什么其他人 我想他觉得我是一个亚裔的女性 因为我带了一个很 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项链嘛 但是他就过来就把我脖子这样勒了一下 然后就说you go 我看了他半天心想到底应该是我叫你走 不是你叫我走 不过的确是我被吓到 这一说大概都有十多年 那个时候纽约基本上黑人也是蛮多的 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好像又回来的感觉 尤其是我在法拉盛上班 然后要回曼哈顿晚上的时候 我曾经也 我曾经在地铁上也背一个黑人 我要下楼梯 然后他就挡在我前面不让我下去 那我本来在我就在想 我是要掏钱给他呢 把我的皮夹子自动递出去呢 还是说让他抢我的包包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我大概还差三个阶梯就要下去了 我旁边在这个地铁上 就是在这个地铁旁边 就有一个黑人上来了 这个黑人就挡在这个黑人跟我之间 然后他就用手势叫我这样 就叫我从后面这样赶快下去 然后他就骂那个黑人这样 那这时候地铁来了 我就赶快上去了 那我也不知道 他们俩之间后来发生什么 但是帮我的是一个黑人 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当然我们华人也要检讨我们自己 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社区的融入 是不是做得够多 然后我们对于就是华人的教育 在对有色人种方面 我们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也有一点自己的偏见 这也是我觉得在最近发生一连串的 尤其是纽约 我们华人被黑人攻击的比例相当大 你就说对黑人攻击还是被黑人攻击 黑人对黑人对华人的攻击的比例很大 印象如此吗 最近比较比较恶劣 最近比较恶劣 当然我也觉得最近这种恶劣的环境 可能也跟这个病毒有关 而偏偏这个病毒又变成一个所谓的 一个政治工具 对 林书豪就是被人家这样骂嘛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病毒跟这个不应该是挂钩的 对不对 不应该跟中国挂钩 华人挂钩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 新闻的报道等等都有可能 对 我请两位在节目中出现 有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两位都是新闻媒体工作人员 你可以想见这种事情 新闻媒体在处理这种事情 以及在带领这种事情的这种答案 处于一个多么重要的地位 另外我觉得台长 你刚刚提到这个黑人帮你下火车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值得 很值得我们大家转述的一个故事 我们今天讲的一个事情 我们当然谈到了黑人 或者其他人 跟华裔或者跟亚裔之间的这种 或者利益上的冲突 或者是就是总图情绪上的冲突了 但是并不代表说百分之百都是这么回事 有很多人 甚至上次在那个叫黑命贵是吗 黑命贵那个时候 我就看到很多黑人在帮着警察 或者执法人员 排除这些黑命贵的人 对这些执法人员的攻击和伤害 这些事情当然我觉得都是蛮感人的 海平你有什么看法没有 我觉得我们 就是我挺同意刚才台长的看法 就是我们要回馈社区 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是 我们不能让自己陷于仇恨的心态 我们现在是在反仇恨 不论是对白人还是黑人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现在 华人社区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论调 有的人就也会认为说是中国病毒导致的 然后认为白人是一个根源 然后有的人是认为就是说黑人社区 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如果你坚持 就是说或者不能化解心中仇恨 让自己这种仇恨在心里滋长的话 那么我们反仇恨的意义在哪里呢 就是 然后另外我觉得一个是说 一个一定要报案 在我们就说新闻采访的过程发现 无论你是仇恨事件 还是到仇恨犯罪 那仇恨犯罪是一定的 你不报案警方没有立案 他公布的数据 就是你只是在跟家人说一说 朋友分享一下 在这个朋友圈里发发牢骚 是没有用处的 一定要报案 然后而且你这个DNA 如果他抓不到嫌犯 他也没有办法继续网上上报 另外我觉得有一个是 我们就说出来发声 这个过去两个月几乎都没断 每周我们都看到 美国各地都有这种大小的抗议活动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这个发声的 另外就是要有地方是 我们不是只是在Chinatown这种地方 或者说只是周末在City Hall 发声一下这种 比如说我们可以抓一个案子 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这个法院的门口 在检查机关的门口 我们有声势浩大的游行 有这种要所有的主流媒体 所有社会自媒体 法文媒体 各族也都来关注 这种我觉得真的就是那个 黑命贵运动 其实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的一个经验 这种我们要有地方是 这种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其实是需要团结更多族裔的 你自己发声压抑的力量是不够的 你压抑才多少人 在美国四百万 对吧 那算什么比起来 对你需要团结更多的族裔来帮你 而不是说我选择要仇恨这个族裔 还是仇恨那个族裔 对 这个就是说 如果是为了自己这一点点的利益 或者说我们受到侵害 我们要看大局 就是刚才程台长讲 就是我们整个要着眼于大局来看 然后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 你不能坐等民选官员来帮你 这个是不现实的 中国有句话叫 敏于行而纳于言 但实际上美国的官员正好相反 他们是敏于言而纳于行的 就是你要迫使这些官员来帮你 就是比如说像之前旧金山的那个地检官博撤司 然后他就是属于一个很激进派的嘛 然后旧金山有一位84岁的泰国义老人 被一个黑人推倒了 然后致死 然后他就跑出来说 这个人是说他发乱发脾气什么 然后这个老人的子女嘛 他们就是很好 他出来接受采访 他不是躲在后面 然后媒体又问到他说 他就说对着很不满意 对于这种说 他当时这个老人的儿女就讲说 你不满 你如果不满意发脾气 你可以砸东西 可以 你不可以杀人 然后后来之后再引发了一连串 包括这个博撤司干了一些事情 DA 然后大家就罢免他嘛 掀起了这个运动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这看到 如果这个运动能够成功的话 那就是非常好了 这种杀鸡敬猴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现在的华裔社区啊 亚裔的一个诉求 就是说希望叫乱世用重点 就是在这种治安比较败坏的时候 希望用严惩这种刑罚 我不知道英文对应的 是不是那个deterrence那个词啊 就是用比较严惩的刑罚 而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的 你如果只是呼吁重点 是没有用的 就比较重的刑罚 你呼吁现在还在加州 我们还在通过要试图通过一些议员 推广这个SB82 一个简缀的提案 就是说你不用持枪械 没有造成严重伤害的抢劫 都算成小偷小摸嘴 你在已经是这么乱世的一个情况下 他还敢推行这种 大张旗鼓的鼓吹这种 虽然目前是被暂时搁置了 那么就是说你想要这种研法 你要给他 真的就是用一些大实话说 你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这些官员 比如说有这种 他不符合民情的 他的处事态度完全很激进的 就不管老百姓真正的死活 你的健康安全的 那我就要罢免他 如果你罢免一个 你再看看这个效果会不一样的 对 我很同意 我觉得像我们面对这种这样的问题 必须要多管齐下才行 对 我像两位都讲到了 不同的管 如何的下这个不同的管 我觉得这个communication 就是交流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长远的事情 就是和其他的主义之间 我倒并不讲说一定是黑人 或者怎么样 其他的主义 我觉得这种交友 特别是从这种 所谓的社群领袖 这是不是这样 就是你的当地的这个 社群的领袖和其他的 比如黑人社群领袖 和其他主义的社群领袖之间的交流 他们之间如果有一个 很明显的沟通管道的话 有很多的误解 就比较容易化解 因为这种问题 很多都是误解的 都是一种固定的一种形象 所谓的stereotype 而形成的一种反应 还有一个现象 海平你刚刚提到了 就是刚刚那个录像 大家在网上都看到了 就是这个攻击那个黑人 那个黑人年轻人 攻击那个老人 是不是坐在一个轮椅上 是不是那个 那个录像 哦不是那个 是他在等于好像 在街道上 就是离grat 要过马路 好像是要过马路 对 然后不是那个黑人突然过来 推倒他 他正好当时很暴怒的那种状态 他之前有好像去砸车呀 会坐一些什么 一个太过瘾老人 像这种现象 还有我刚刚拿来 坐到轮椅上 就是上去 就是踹一脚 那一幕 都是在在显示的 这些人 就是作案这些人 他们是一种 基本上就是一种懦夫了 他们只是对于对他们没有反抗能力的人下手 不管是什么原因 或者是迁怒啊 或者是其他原因 那对于这种方面的这种反应呢 我觉得华人也必须要有一些作为 所谓的有一些作为呢 我为什么讲这句话 因为我想两位一定还记得1991年的时候 那个Rodney King 洛杉矶那个大暴动 记得吧 对对对 我还没有来 但我听说我是韩裔社区 我要讲到韩裔 那个黑人被打 被警察打 被警察打 然后判 好像判无罪什么 就是然后黑人就整个的 洛杉矶的就是特别当当地区 全部暴动起来了 烧抢 杂打 什么都有 然后对于华裔的很多很多区域的人 也攻击商店 攻击这些 然后只有碰到韩国人 他们没办法 韩国人枪带出来 站在自己的那个 那个business屋顶上 这个让我意识到 就是中国人在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不够强硬 该强硬的时候不够强硬 我不知道我的想法 两位是不是同意 台长你干嘛怎么样 就算是你 对 就算是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